高雄警方凌晨巡逻 发现有驾驶疑似酒驾上前蓝亭 但对方不从飞车逃逸 远警分头追捕 其中一名骑机车的远警不慎撞上 路过的计程车受伤送医 向中途传出意外插曲 不过警方后续还是逮到了驾驶 前后对他开出了十张罚单 而另外又一名通气犯 逃给警察追 躲在民宅还并称是在自己家 当场被屋主打脸 自小客车驾驶居检 跑给远警追 马路窜逃 红灯当参考用 直接闯过去 这种开发太危险 远警展开气部 鸣笛按喇叭 下秒却发生插曲 要过路口 小黄问奖也开出来 意外撞上 这里还好吗 骑警用机车的远警肉包铁 摔伤送医 时间回推 警方巡逻发现 自小客车很可疑 怀疑酒驾对方却不配格 拦查过程发生车祸 尽管如此 三小时后 逮到人 28岁驾驶 酒测值0.14没超标 但拒检危险驾车 涉险无照 十项违规 依罪重开发 罚环破十万 同样结伤窜逃的 还有他 白衣骑士 违规左转被远警盯上 竟跑进民宅 想假装到家装无辜 却被无主打脸 你家是不是 人家回首都不是啦 酒测值0.20加码查到通气 想挑战再怎么跑 还是吞下败仗 记者综合报道